无相之,一相之中居一切相,而一相不留 居一切之相,而无一相,故约无相 这个意思就深了 一相之中是不是居一切相呢?真的 我们在这个注解上读过 念工老师 在第296页 给我们说 叶毛叶尘的威力 威点是什么样子? 在338页里面讲威尘 引用到近代科学家发现的量子 一个量子 一个电子等于100亿个量子 也就是100亿个量子 聚在一起 就是一个电子 这科学家发现了 但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科学家没发现 这一相 就是这极小的 电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 这么一个小点 它居一切之相 一切是变法界虚空界 所有的性向离死因果 在这一点里头全部居住 这个是科学 从来没说 只有大神经里面说 这是真的 是真的 为什么? 大是自信 小还是自信 自信没有大小 自信没有真妄 自信没有倔明 所有一切相对 在自信里头全部存在 所以说 二一相不留 据一切之相 而无一相 这叫无相 这个意思讲的是 那么最小的 这个例子 现在加量子 它里面居住 大千世界 那个大千世界里头又有微臣 微臣里头又有大千世界 重重无尽 重重无尽 这是不是事实呢? 是的 一点都没错 虽然重重无尽 它没有一相 这叫无相 非是无色无形 科学家能发现 肯定是有色有形 如果无色无形 它看不到 这些形式都是虚幻 不是真实的 这一点 科学家知道了 但是这么小的物质里头 包含整个宇宙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从近代 这个科技 发现的这个电晶体 小小的一块筋片 像这个小指甲 这么一点点大 里面居然能够容纳一部大藏经 不可思议 我们觉得这是科学里头就奇怪了 殊不知 佛告诉我们 那个小小到什么程度 一个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 它里面容纳的这个信息 是变法界 虚空界 所有信息 一样都不漏 全都在里面 科学家没发现 如果这个话 让科学家听听 科学家会点头 他不会反对 他会说 有这个可能 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 还不够 还没达到这个境界 非常有可能 这么小的一个位置 信息 信息传播速度之快 无法显入 绝对不是像现在电磁波 这个阳光 这个速度能够跟他相比 啊 光的速度直到 现在直到速度的最快 啊 一秒钟 三十万公里 啊 那佛在经上告诉我 我们自信里面 这个波动的速度 无论是思想波 或者是我们物质的波 我们肉体是物质 啊 物质的存在 都是属于波动 他不动了 都就没有了 真的 就像我们看电影 荧幕上的画面 他不动了 马上就没有了 啊 都是快速度的 在移动 让我们看到 好像是真的 先手过死 还原惯上 告诉我们 无论是思想波 或者物质的波动 它的速度是 变法界 虚空间 周边法界 才动 就周边法界 为什么 法界跟未定是一体 所以 这一动 全体都知道 好比我们身体 身血体 无论在身体 哪个部位 有一点疼痛 全身都知道 都晓得 这个痛点 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 它是一体 我们一个人 跟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 好像是一个人 我们是这个人 身上的一体 关系太密切了 无论是正报 无论是一报 先手大肆讲 三种周边 第一个是速度 周边法界 第二个是变化 就是影响 变化 触身无尽 第三句是将星亮 韩蓬空有 韩 对 太空家 太宇宙空家 星报 太宇 亮州 杀戒 荣空 就是星报 太宇 亮 亮 亮里面能包含 亮大了 亮周 发界 中国古艳云有所谓 亮大 佛大 那谁的佛最大了 佛的佛大 为什么 佛的亮太大了 什么都能包含 什么都能包含 量小的人不能包含 所以他的佛就小 你要看一个人佛报有多大 你看他的量有多大 真 量大 佛大了 那 无论是无知现象 无论是精神现象 从量上讲 都是 无有极限的 没有不能够包容 没有不能够包容 这叫无相 底下加一句 非是无事无事 这个意思讲的神 他确实是四世的真相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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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